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谈古论金节目 我是林丽 本节目由大宗商品专业品牌 迎天下独家冠名 明天又是周末了 电视机前的您 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 谈古论金官方微信中输入 周末红利 四个字来了解一下 嘉宾对于下周大盘走势 及热点板块的研判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是孙杨和叶毅 稍后我们来听一听 他们对于近期盘面的解读 在此之前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韩云 我们来听一听 他在今天的盘面中 又找寻到了哪些重要的讯息 韩云 好 谢谢林丽 今天的盘面 大家领教了什么叫做寂寞 该买三亚的票子的已经飞走了 去新马太的已经在排队了 所以今天的盘面上 大家感觉到的就是 无聊没劲 闲着慌 我看到很多人都兜地主了 也不管盘口的变化了 所以看到的就是一个地量 那么接下来就是五月了 五月的话 很多人就在猜测了 到底是红五月还是穷五月 为什么说穷五月呢 首先我们想想看 有谚语说五穷六绝到七呢 才能翻身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谚语 古事的一个谚语 当然了 我竟然穿的是特别的红 为什么呢 咱心里其实都明白 大家想着都怎么样 红五月 那么既然说我们要来辨别一下 到底是红五月呢 还是穷五月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统计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统计 历史上的五月的A股的走势 我们编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统计 大家看从91年开始 从91年开始 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大家来看一下 来2001年的开始 你看也是涨涨跌跌 然后回到一年到一五年 那么我们所打给大家看的这样的图 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统计下来 统计下来 一共是14次涨11次跌 看懂了吧 就像一支球队比赛一样 死是胜 十一负 那么说明 多方还行 多方还行 那么刚才我们也在交流 跟嘉宾也在场外交流 您说五月份如果它不能红 如果不能红 那么接下去大家都知道 后面要发生什么事情呢 大家有很多重大的事件 欧洲杯要来了 奥运会要来了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些重大的赛事面前 常年的操作的老股民都知道 在那个体育赛事来的时候 尤其是国际的 世界的体育赛事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更加没有什么行情 所以您想一想 会不会在五月份它先来一下呢 据我们统计 在历史上最熊的那年 应该是08年开始 大家记忆游行 那么08年的时候 也是五月份有了一波反弹以后 后面开始了一些 国际上的体育赛事以后 那么就五月份红了一下 是吧 那么是08年 那么现在这样的市场 那么我们也刚才讲了 后面有大家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 那么五月不做 何时再做呢 再说历史上 又有我们非常著名的519行情 是大家心里一直觉得 这是A股的光荣和梦想 是不是能够重新回来呢 红五月永远是大家期待的 我们希望有 我们说有话就说出来 其实我们希望有 好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 跟嘉宾互聊的前面呢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我们的编辑 又给我们准备了哪些市场热点 今日市场继续窄幅震荡 固执低开后震荡盘升 午后继续盘整 全天政府不到0.7% 最终报收2938.32点 微跌0.25% 创业盘指相对较弱 滴开后拉升翻红 随后再度下跌 尾盘小幅跳水 报收2138.74点 下跌0.77% 市场规则方面 近期深交所修订了交易规则 按照新规 深交所交易主席 9.25到9.30分期间 不再接受竞价交易申报 包括买卖申报和撤销申报 改变了原来该期间接受申报 但暂时不进行处理的模式 货对方面 日元风涨拖了美元大幅走软 令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顺时上调 央行上调人民币中间价 365个基点 保6.4589元 上调幅度为0.56% 是2005年以来 最大单日上调幅度 市场方面 数据显示 截至28日 以汇金正金为代表的国家队 已成为40家公司的 第一大流通股东 从行业看 机械设备 计算机 以及电子行业 受国家队青睐 好 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 我们两位高手 一位是我们的私募的操办手 叶毅 还有一位呢 大家很熟悉 是我们的孙杨老师 两位好 今天是周末了 又要迎来五月的休假了 首先我们当然是 祝我们观众朋友们 劳动节快乐 那么另外呢 叶毅 刚才我讲到了 红五月还是穷五月 那么我相信你肯定看红 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我对整个 五月份的行情的话 是一个坚定的看多的 好 为什么是这样说 我来讲一些 就是说一系列的 政策方面的一些 我自己个人的研究的 一些逻辑吧 为什么 首先第一点 我们知道 就是说五一节以后 就是说养老金可以入市 这是第一条信息 对于整个市场的资金面 来说的话 是有所冲动 那么第二个的话 整个的就是说 工业利润明显回升 并且创出了 21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说明了实体经济 已经在好转 这个基本面 是出现了一定的好转 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那么第三个 就是说央行技术 还是在市场当中 不断地释放流动性 那么现在大家都要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本周会出现如此的 这样的一个地量 钱究竟去哪了 那么待会我会跟大家来详细的 就是说解释一下 其实市场当中 其实现在缺资金 其实并不缺资金 我们可以看到期货市场 光一个罗文光的一个合约 产量只有两个亿 整个合约达到5500个亿 那你说市场上缺资金吗 完全不缺资金 为什么迟迟没有进入 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市场 那么个人感觉呢 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 就是说原因 那么首先这些钱进来 它肯定是奔着盈利的目的去的 那么当前为什么不愿意进来 那么很简单 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国家队整个的一个 持仓的成本在3200点左右 那么我一旦进来的话 就预示着我将会去 跟这些正面资金 产生一种冲突 如果说假设说 这些资金想要退出市场的话 那么我进来 我成了什么 解放军 解放军 接盘侠 对吧 那么你想 这些资金愿意 在这些 这个因素 就没有明朗之前 我愿意进去吗 因为所有的资金 它都是逐利的 没有利这个当头的话 它干嘛进来 对 你说估值 现在整个的市场的估值低 将近18到20倍左右 整个A股的市场 整个的估值 已经非常的适合 一个投资的一个阶段 那么很多好的上市公司 有成长上市公司 它的现在的整个的一个股价 也是非常适合介入的一个时机 那么现在的这些资金 为什么不进场 就是有这样一个担忧 但是我相信 就是说 一旦如果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就是明确国家对退出的一个时间表 或者说明确究竟哪个点位 可以允许逐步的减持 那么一旦这样的一个信号出现的话 我相信资金就会蜂拥而入了 这个是务容置疑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再来谈一下 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 那么这一周的平均成交量 我们算过了 基本上在维持在1400亿左右 今天再次创下了1285亿的这个地量 今天这个地量 我们可以相比较一下 3月11号的这个地量 同样也是1285亿 但是今天的整个的成交量 是10300多 而3月11号那天的1285亿的成交量 成交金额我们说 但是它的成交量是12000多 说明成交量一下子缩了 将近2000多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就是说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的股价上来了 虽然说成交金额一样 但是成交量是呈现了一个什么 萎缩 而且从今天明显的盘中可以看到 这一根十字心的波幅 真的是七天盘整来 最小的一根波幅 那么肯定预示的短期 一定是一个转折 那么从历史的经验 告诉我们 像当初5178点附近5000点以上 我们连续三天 1.1万亿 1.2万亿 1.3万亿 那么军量是达到了 这三天的军量 历史军量达到了1.2万亿 也就是护士单边 那么现在已经萎缩到 当时的整个的量能的十分之一 那么无论从整个的量能指标上来说 还是从前期的整个的一个上升趋势通道 依然保持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更好的证明 这里就是一个底部区 当整个的量能萎缩到 指数的量能萎缩到十分之一量的时候 那么肯定说明市场上 整个的一个做空的动能 已经完全释放 已经没有再次往下去 发力杀跌这样的一个动能 除非发生一个系统性的附险 那这是不可抗拒的东西 那么除了这些东西以外的话 我相信整个的市场 5月份一定会迎来一个转机 那么请韩老师再翻到周K线看一下 就简单看一下吧 周K线收了一根阴十字星 缩量阴十字星 再看一下月K线 同样的也是一根缩量的阴十字星 那么从整个周K线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请韩老师翻到周K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根K线 就上周的一根阴线 加上这一根十字星 月线也是阴线 对 这两根K线的组合 我们把它称之为尽头线 尽头线 因此 所以说我的判断是 五一长假过后的第一个 就是星期 如果有成交量放大的话 温合 连续温合放大的话 那么这根是中阳线 如果没有成交量继续放大的话 那么至少也是一根小阳线 必须跌上去 既然是尽头线 所谓的尽头线 还能往下吗 再者我们来找一找 整个的当前的一个市场 有没有继续看空的一个理由 几乎是找不大到 无论从政策面也好 基本面也好 技术面也好 整个的成交量也好 那么基本上是封杀掉了 那么看一下日K线 我也说过回到日K线 谢谢 我说过了 你看每一波就本周是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地量的一个状态 前面所有的均线 两波的上涨 温合的一个上涨 后量都过了前量 也就是说你想要出来的话 完全有机会出来 是没有套牢盘的 那么现在唯一制约 整个市场继续往上攻的 就是没有场外的一个 增量资金的一个路场 那么场外的增量资金 核实入场我说过了 只有大家都在等 在等这个明确的信号 一旦这个明确的信号出来了 那么我相信市场就开始活跃了 那大家所期望的降丝降准 我说过了 近期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 央行已经通过 整个的一个逆回购也好 其他的手段也好 已经在市场当中 不断地释放流动性了 那么上周的话 释放了将近7000个亿的流动性 本周还是在继续释放流动性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整个的大宗商品交易上 我们知道出了一只手 开始让你们冷静一下 压一压 压一压 冷静一下 那么我们看看 这些资金能否在截后有所回流 它也要有一个平仓的过程 平仓了以后 这个资金能否有回流 因为我们可以投资的市场 整个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可投资的地方 无非就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证券市场 还有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 那么这些资金肯定也想要在 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 获取一定的收益 那么现在看看股市是这种状况 那么整个的一个成交量 给予我们后市看多 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借鉴 为什么 我是看到本周这样一周的 这样的一个成交 其实上周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 就是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成交量 小阳线石之星 小阳线石之星 甚至小阳线石之星 这样一个横盘震荡之间越长 就是你刚才已经教给大家 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点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吧 就是一讲到 就是十分之一的一个量能 这个是百事不爽的 这个是历史的经验 你去看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 这也是你自己操盘 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 对 所以说就是说 本周的一个震荡的 落势震荡的这种延续 特别是到今天为止 你看整个的波幅越来越小 几乎是没有 没什么心电图了 没有心电图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本周 一周来的整个的一个现象 创业板是屡次地想往下试 包括骨子吃货 也是在不断地想往下试 但是你刚试下去了 一只无形的手 权重骨又来又拖住了 好 整个上阵这边拖住了以后 顺着把创业板也带起来 没办法 它顺势又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 先涨了一个点 跌了一个点 再拉起来 那么这种现象就是说 在近一段时间还是会出现 对 就是我感觉 我们的多方 好像始终是在做一个 就是防守反击 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就是防守反击 没有主动性的进攻 为什么大家都在等 也是在等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从盘中 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说你一旦下去的话 主动性的买盘很多 不撤单的 不撤单的 不像一开始 你有很大的买单 突然之间 它挂着 突然之间撤掉了 没有 像前期跌下来 它现在就实实在地挂着 你给我要吗 我要 随后那上面同样的 在最上面挂着相同的 对等的这些卖单 要上去吗 好 上不了 给你压着 叶毅刚才已经越来越 把它自己做盘 每天看盘 因为作为一个操盘处来说 每天就是必须的 这样的一个看盘的经验 不断地在跟大家交流 那么老孙 孙杨老师 那么老孙呢 我觉得你在技术上 应该也是 应该是属于 我一直认为你是属于 精益求精的那种 那么你看看 从技术分析上 是不是给大家 有一些很好的提示 好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月线 我们看看 如果看看是不是红五月 应该先从月线里 招手分析 从月线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这个 向下的调整 从5178调整 到目前这个位置 我们知道这个 是4月份 今天结束了 今天结束 说的是一个相对的 一个小阴线 那么在3月份 是收出的阳线 也就是在前面 从5178调整 大约是调整了9个月 9个月上来以后呢 从3月份开始收阳线了 那么也就是说 4月份 它实际来讲 它收这个阴线 它整个的是 在逐渐地向突破 五月线的过程 那么另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月KD指标 在低位 目前已经开始 逐渐地要接近金差 对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最好是在这里 能够有一个金差 对 如果它金差以后呢 它就会形成股价的向上 突破5月线或10月线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应该说 5月份应该是 从低点上来的第三个月 那么第三个月 实际来讲呢 它按照K线的这种排列来讲 应该是一个 向上的一个趋势 那么这个向上趋势呢 也就是说红5月呢 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存在的 那么目前的总体来讲呢 但是红5月呢 这个力度 我认为不是特别大 它可能是阳线 但是力度可能是 稍微的要弱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位置呢 是经过9个月的下跌以后 向上反的第三个月 那么在第三个月呢 这个位置来看呢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 月线的一个反弹 也就是说它反弹已经出现了 但是我大家觉得 我觉得就是你们刚才两位 讲到一个红 其实大家心里已经是蛮知足了 就是说我们已经好久没 就是没有看到 能够看到这样的 就是说在月的操作当中 能看到一个一抹红了 对吧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饥渴 都很饿了 就是想看到这个红 不管它有多大 对 那么现在呢 所以我刚才我们谈到了 它从月线来讲呢 它可能这个阳线呢 假如是阳线的话 它可能不会是特别大 为什么呢 因为它整个的月线的系统啊 月线目前是堂底 但是从周线来讲 我们看到在上一周呢 它有一个特点 在上一周 它是已经跌穿了五周均线 那么跌穿了五周均线呢 它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受到了五月线 和二十月线的联合这种压制 那么刚才我们看这个图啊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受到了五月线 和二十月线的联合压制 那么它这个呢 如果说它再想向上进攻 它必须要突破五周均线 那也就是说 突破五周均线 突破二十周均线 才能往上走 所以从技术来讲呢 现在呢 它整个的这量能 还是量能不够的 所以成交量 它不能有些放大 大家看成交量 现在非常少 那么它就制约了一种 航情的发展 所以从周线来看 目前它还是一个弱势特征 非常明显 但是我们从大的周期来看 从高点五一七八调整下来 那么在这个 目前在周线里面 其实它二十六三八 反弹这个高点 也就是涨了四百点 这个幅度是不够的 也就是这个 由于这个幅度不够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 我认为呢 它总体来讲 是一个震荡驻底的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 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耐心 震荡驻底 对 它是一个震荡 周线级别来讲 周线级别 所以呢 下面我们看到成交量 我们下面看成交量 这个交量偏小 而且我们看 如果我们看MACD指标 它是在零周以下 它体现了一个 在技术上的一个弱势特征 那么我们大家看呢 它的周KD的指标呢 目前已经在80附近 正是因为在80附近 所以呢 它需要调 调一下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 在最近的 这个市场 为什么放不出来量呢 因为从这个位置来看呢 应该是多方占油 因为在这个位置毕竟相对的 已经这个位置相对的偏低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割肉的也不像割 老师 你是不是会感觉就是 周KD的调整 你感觉上它是会比较深呢 还是或者说很急的一种调整 还是比较温和的 就像我们感觉是阴跌的 这样的一种调整 我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在上周跌穿五周线以后 那么本周是一个 相对于周线十字经 但是周线的趋势呢 它应该因为在五周线下面 所以按照周线 它是处在空头状态 那么既然是处在空头状态呢 由于KD指标在一个相对的 这个指标相对高 所以它要往下调一调 那么如果它往下调完以后 比如它形成死差 KD指标形成死差 假如它再次金差 它就那才是真正的 周线和月线的共振 因为月线是KD指标 在第一位金差 而如果说周KD指标 先死差一次 再金差一次 好了 这个位置就 这个位置就进攻了 这进攻就开始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还需要等待它 这个周KD指标 再次金差 那个位置 我认为是一个 周线级别的买点就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日线结构 在日线结构呢 日线结构里面它有个特点 在日线结构呢 它我们看到在前面 它突破了这个60周线 我们可以看个软件 看个软件里面的 软件的里面看到的 它突破60周线 我们认为呢 在一个这个中期行情里面 我们以60日线 作为它的一个 这个中期是否走强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这个一条线 那么在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突破了 突破了这个60日线 那目前呢正好是 回踩60周线的这个过程 而60日线啊 在日线里面 日线里面 对 也就是说 原先的这个60日线 方向是向下的 现在你看 经过突破60日线以后 目前是一个什么呀 正好是回踩60日线 对 反复的在回踩 对 反复在回踩 那么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从2638到现在为止 它为什么要反复震荡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位置 是低位 低位的 它其实从机构的 这种操盘的情况来看 它是一个机构的 稀货阶段 所以它不急于拉 所以它在这反复折腾 那么它首先要把什么呢 把60日线 从下降去市 开始走平 然后再上翘 那么如果它 什么时间一上翘 这个实际来讲 它的力度就大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它的一个 从月线结构 周线结构 和日线结构的特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日线结构 在这几天走势来看 基本上就围绕在 60日线这个附近 多空双方争夺 那么多方呢 也是把60日线 作为它一个 多方的一个生命线 那么也就是说 它死守在地方 所以如果说 这个位置能死守住呢 在这个节后 如果再有什么 利好消息 刚才我们叶老师 谈到的是吧 这各种利好 一兑现 那么它这个机会 可能就来了 就最好业裔的基本面 跟您那个技术面 一吻合 来个共振 来个共振 对吧 那我们就看得见 这一抹红了 对对对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上证指数的情况 对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再看下这个图 这个创业版 我们看一下 孙杨给我们带来的 创业版的走势 那么创业版的 总体走势来讲 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么创业版 其实它和主板的 有点相似 有点相似 它这个基本上 也是以60日线 那么如果再往上走 也是要化解什么呢 要化解五周线的 这种短期压力 那么从月线来看呢 也是 它是一个月线 将来的就是周线 先跌一下 然后它再从形式金差 和月线共振 它基本是走的 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在短期内呢 我觉得可以这样 就是当日线走好了 你可以30% 可以买一点 周线走好了 你就加仓更多一点 然后月线走好了 你再多加仓点 所以呢 我认为再随 你就说日线走好了三成 日线走好了三成 周线走好了五成 五成 月线走好了八成 八成 或者说七成之类的 对对对对 那么这是我们说 在操作呢 那么就目前的市场来讲 适当的呢 控制一下仓位 那么等待它确实 什么之间向上变盘 一旦向上变盘 那么你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 当然我们说 首要的就是补量 如果它量上来了 就可以了 那么上面 它有三个缺口 那么这个三个缺口呢 其实是一个压力 对 这是比较重要的压力 对重要的压力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认为呢 在未来 量能是未来的关键 也就是说 我们说做这个技术 它主要就是四大部分 一个是量 一个价 一个是时间 一个空间 那么从空间角度来讲 从5178调整到现在 这个位置应该说是一个 相对的一个低位区了 我们不敢说 它肯定是最低点 但是也是一个 在低位震荡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实际来讲呢 就是说 我们在操作当中呢 你如果说 确实行情不太好 你就以60分钟做短线 那么稍微日线走好了 你就做一个日线结构 周线做好了 做周线结构 当然越线做好了 那就胆子更大一点 是这么一个 这个技术上的特点 好的 孙杨讲得非常详细 所以我刚才 也给了孙杨很长的时间 就是怎么样把主板 跟创业板跟大家讲清楚 好 那么回到现场 我们看一下 叶叶 你在平时的交易当中 我替观众们问一问 最近在建哪些仓 当然这是纪律 你当然不能透露 但是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个方向 就是给我们投资者一个方向 就是哪些板块 是你现在比较看好 其实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2016年的话 我还是以重组为重大的 一个投资目标方向 那么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有三个确定了 一个重组 那么从整个的 就是说 就是说今年的整个 一个大的方向 大家也知道 今年确实整个行情 确实比较难操作 无论是短线也好 中长线也好 确实真的是比较难 这是普遍的这种 对 为什么 就是说没有成交量的情况下 你怎么操作 怎么的来气 应该说 一旦是量能开始放大的话 那么这种操作 就会变得比较顺手一些 所以说 在整个市场量能没有放大之前的话 我们就是说 对于我们大的 大的资金来讲的话 我还是做一些提前的布局 其实在前两次节目当中 我也说过了 今年的话 我还是看 最主要的重点的话 还是整个的一个 就是说国际改革 也就是说 我所看中的一些 可资源的板块 那么今天我也给大家 带来了三张PPT 我先从这个讲起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业役的PPT 好 就是说从年报的角度 去挖掘一些壳资源 就是说从整个的年报的数据来看 一些小市值的公司 2015年 主业是比较疲软的 其中甚至是不乏连续两年 亏损而戴上帽子的 那么这些 使得实际的控制人 非常的想卖壳 所以说 这其中 整个的一个 重组医院的公司 就会更值得关注 现在我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的一些 整个的一个 危亏的一些公司 是像代价的公主 是在都在 都等着被借客 我就是这么感觉的 就是我觉得 就是好像你看觉吧 人家辛辛苦苦在做 每年业绩在上涨 我业绩做得很好 明年 又是卖力的 要把业绩做上去的 很累 对吧 但是现在我感觉 亏得大的 但是呢 人家那些市值 我记得外面都在找壳 最近好像都在壳 业绩可能也是有人找你 就是说那个找壳的话 40亿 50亿的盘子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小的那个壳 那个是潮南做 潮南做 来那个买壳的排队 排队 他还得面试 我看你不顺眼 旁边去 我看你顺眼 我把那壳给卖了 是不是呀 对 所以说我这三张PP 最后的一张 也就是跟大家讲到的一点 就是说我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说 最后的 其实我最关注的一个焦点 一个是整个的 这家壳资源的一个流通的市值 30亿到50亿左右 好 看一下 30亿到51 对 是较为容易被借壳的 那么最好是危亏的 那么最好的是国企 国企 那么特别如果是有 国 国企概念 对 对国企概念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地方国资委介入的 是大股东的 那么整个的一个改革的力度 我相信会比较大 那么从而就是说给整个的 它借壳以后的 就是说 整个的一个溢价会比较高 对 那么就在那个 前几天吧 也其实公布了一家 已经被借壳的 也就是 那么大股东是 收购 收购大股东的 整个的资产的话 是溢价了将近60% 如果你是能够找到 这样的壳企业 那么我相信 今年一年的收益率 应该是蛮高的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 就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壳 壳价值或者壳资源 概念比较多的是 做一些配置 不是就是说满仓的去 去博这样一家上市公司 那么再有呢 就是说我还是对整个 高效板块还是前有独钟 那么高效板块的话 基本上是就是说 高效板块加加什么呢 好比说高效板块 加智慧程式 加云计算 加大数据 好比说高效板块 加那个无人机 加氢燃料电池 或者说整个的一个 高效板块加无人机 或者是加人脑 人脸识别等等 或者说整个一个高效 加上量子通讯 那么这些都是 比较当前的整个 跟互联网 是相关的一些 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 那么这些 未来这些产业 肯定会有一个 大的一个爆发力的 那么高效 它具备了很大的一个 就是说 无论是国家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它的实力摆在那里 对 给了它很多的研发资金 因为我们现在 对研发这一块 非常的注重 随后它能够迅速的 随后政策也给到了一些 这些高效率 这些 以前是只能控股20% 现在可以控股达到51% 那你觉得 就是可以形成一个 有效的合力 迅速的把它转化为生产力 对 生产力 那么整个的话 我觉得这一块还是有很多东西 可以挖掘 当然一些有的 有些好比说是不好的 或者是已经前期炒高的 那你把它剃掉 不是说 我说了这个板块里面 你把每一个板块的个股 都是买一遍 不是 你得去折优而入 你得看看当前的股价 整体的一个市值 它的盈利能力 或者它的未来的成长性 或者政策对这样的 它所跟它相关的 这样的研发的东西 政策有没有 有一个大量的扶持的力度 好比说是13.5规划当中 已经落地的 那么现在13.5规划当中 已经落地的 有一个大数据 已经是落地了 对吧 那么大数据所牵扯的 肯定是云计算 跟移动互联网 那么这三个所相匹配的 它就是形成了一个 大的产业力的一个板块 那么在这三个 大的板块当中 你可以去找近期 就是说 已经形成上升通道的 成交量在不断地温和放大 已经先期大盘 前进而 就先大盘好像先涨起来了 对吧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那你去找 找出来以后 你去做一个规划 你再看 等就是说调整的时候 你可以慢慢地慢慢地介入 那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 我一直推荐的 就是量子通信板块 那么上周的话 是整个的量子通信板块 表现是可圈可点 我们可以看看 量子通信板块的话 一二三四五天 连续五天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 小幅的调整 连续五天是放量地涨 整个板块的指数 是放量地上涨 对 我们也看到 国家领导人去参观了 有关量子 这样通信的一个检验室 对 因为量子通信 就是说全球唯一的 一个量子通信卫星 我们将在六月底 最晚是六月底 最早的话六月初 将要发射 对 那你说这是全球 第一的一个东西 而且它的整个的运用 在军事上的运用 是非常的广泛 是不可解密的 我们的量子通信 是在全球是领先的 对 就是这话 领先的 而且是一旦量子通信 这个上去了以后 它是无法解密的 对 从理论上来讲 根本无法解密 其他一切都是可以解密的 现在美国也很羡慕 我们这个技术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一定会爆发 还有一个就是无人机 我再三提醒了 无人机大家去看 其实有好多的 其实做无人机的那些个股 其实走得非常的漂亮 再者我就说 想提的是什么 结后重点关注一个 就是说氢燃料电池 大家都在谈新能源汽车 谈的都是充电桩 谈的都是 都是离电池 离电池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氢 燃料 电池 还有一个什么 如果储能 这个不能解决的话 你这个车 一充电 跑个60公里 结束了 我在高速上怎么办 充个电 20分钟半小时 我在那边等 等20分钟 就是业一就给了大家另一个思路 就是说除了那个新能源里边 除了这块东西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块东西 对吧 新能源汽车 你要想大力发展的话 你必须得解决储能问题 也就是说我充一次电 可以跑个600公里 我相信大部分人 还是找细分 对 大部分人肯定都去买新能源汽车的 对吧 现在所以说 为什么现在整个的 油电混合动力比较好 因为它解决了 就是说跑长途的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短途的话 那我就是纯电动汽车也可以 因为我一天只跑60公里 在私区都回来就够了 对吧 所以说还得去挖掘 不断地去挖掘 好的 也一是挖得比较深了 到底是我们私募的高手 好 老孙 你看好哪些办法 那首先是这样 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才谈到了大盘 大盘呢 目前是一个弱势特征 非常明显 那么在弱势特征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来选股呢 我认为呢 就是弱势找强股 就什么样股票 在弱势里面 是比较强的股票呢 我认为呢 就是具有高送转 刺新 那么这些具有高送转 刺新概念的股票 尤其是在弱势当中呢 它表现得比较好 那么大家 如果你打开刺新五板块 你可以看到 在最近刺新五板块 在这几天的表现 也是非常好 好几只股票都涨清打上去了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这个 它既是刺新 又是高送转 然后再加上 它又符合最近的最热的热点 这样的股票就更厉害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最近的高送转的股票 已经开始有十送三十 是吧 过去也是十送二十 你看有的原先炒的都很疯狂 我们就已经很羡慕了 对 现在是十送三十 所以说呢 这一块呢 我认为在弱势里面呢 这个四星股 或者具有高送转概念的股票 那么这样股票机会是比较大的 那么其次呢 在最近的走势当中呢 也像最近这个白酒 在最近盘面当中走得也比较强 那么这个跟什么有关呢 就跟它涨价概念 那么这个涨价概念 在最近我们知道 这个CPI也有所抬头 是吧 那么这些跟涨价相关的 比如酿酒 食品 饮料 那么这方面的 我认为呢 它跟涨价相关 它应该说 它这个有一定的机会 那除此之外呢 我认为在未来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这个要关注高科技板块 那高科技的就是最近 应该说出来相对这个 不是特别冷的 最就是那个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前期涨了一波 现在基本上回落了 那么我们认为呢 它回落以后 反而逐渐的机会开始显现 对 就主力不会轻易的 把这么好的题材 对 随便就放弃 它不是一波就完 对 所以说呢 我们要善于在它回党的时候 找到它一个下次的启动点 这是第一个谈到的人工智能 那么第二个就是虚仪现实了 对吧 那么第三个就是 我们刚才这个易老师 也讲到的 哎 谈到的 什么这个电池类的呀 比如说这个 当然他易老师谈的是 储能 储能这一块啊 对吧 那么普遍呢 在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涨幅比较好的 也有很多 也是跟这个相关的 因为它代表着 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这样的板块呢 我们认为呢 总体来讲呢 在未来 尤其是在目前大盘弱势情况下 那么它的机会可能更大一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些股票呢 包括我们刚才谈到这些板块 那么一定要结合它的视线驱动 如果有消息刺激 再加上这种各个的技术形态 比如说它的均线系统多头排列啊 那么这种 这个板块机会更好 多头排列的时候 正好是政策颁布 对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展会 对 对 那个订单 对 那么这样的情况 那么一刺激那么这股票 对对对对 然后那么在盘面上它会反映什么呢 它就放量了 那么这一放量 那么它的机会就来了 对 好 听完了我们场内两位嘉宾的观点呢 我们一会儿听一下场外的嘉宾的观点 观点回来以后呢 我们将是我们非常精彩的聊聊吧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的观点 大盘今天继续收量盘整 盘中人气涣散 无热点 年报已尽尾声 季报也在出 比大家想象的好 但丝毫未见场外的进入市 主要是恐惧资金与筹码的失衡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有这个想法 措施策略上建议 能接受价值投资者的观念 你的朋友 在大盘沙跌时 可以减一些高派息的股票 主要在金融和公用失业板块中 当然在市场波澜不兴的平衡市中 还是观望比较稳妥 特别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 现在相当多的投资者 都等待一根长营线的出现 但股市往往走出的 和多数人判断相反 目前我们从盘列看 2900点至3150点 大相体震荡 将会拉长时间 五月军线在2981点 已经掉头下压 继续震荡的去世 五周军线在2993点 形成了短线阻力位 13周军线在2901点 呈短线支撑位 除非周开线出现 连续两根放量的打仰 中阳线 五周军线一举攻破3000 站上3033点 否则大盘震荡的相体 短期内无法改变 目前正能以静观其变 保持五成左右的仓位 选择年报机报增长的购股 四星股板块中 可以竞选高成长的股票 目前板块重点要关心 通用航空航天 民营军工板块和发动机板块 欢迎回到谈谈论论经 在听完了嘉宾的观点之后 接下来马上进入 谈谈论经的另一个小板块 股市聊聊吧 故事聊聊吧 那么今天我们聊些什么呢 今天给大家 大家记得吧 我在牛伞训练营这本书里边 我当时就给大家教了一招 叫勾魂枪 那么今天我们再把勾魂枪 详细地跟大家再念到念到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6124 当时很多人讲我没有跑 我6124跑不了 就是为什么没跑掉呢 其实你还是对勾魂枪一无所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勾魂枪 我们来看MACD 当MACD 你要看07年 见顶6124的时候 这里是见顶 这里是一个见顶 然后下杀的时候 你看死插下杀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吧 我圆圈画的地方 它有一个勾 勾起来的动作 而且你看 它勾的时候 指数还怎么样 又冲高了一次 但是勾的时候 它有没有金叉呢 大家看到了 没有金叉 那么没有金叉 指数却有了一个反弹反抽 那么告诉你是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最后一次 顶部逃命的机会 你没有珍惜 接下去 看到了吗 一轮大跌 一轮大跌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好 创业版 这是最近的 4037点的走势图 那么创业版 15年 大家看到 15年它见顶 我们看到 4037见顶 有过一次反抽 有过一次反抽 但是呢 MSD是明显的勾魂枪 你们看 这里勾魂 这里勾魂 是不是起来 是不是给你又一次的逃命的机会 但是有一段真爱放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没有珍惜 没有珍惜的后果是什么呢 看到 大跌 MSD 大跌 看到了吗 勾起来的时候没有金叉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 先出来 我们先出来 这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看一下 个股的案例 看一下个股的案例 是不是这样 你们看 这里死叉 勾魂 还创了个新高 但是很多人就认为 创新高还得涨吧 还得涨 是不是这样 不是 这个地方没有金叉 赶紧是什么样 逃命的机会 这是逃命 你看 没有金叉 高位下沙 一大段的一个跌幅 一大段的一个跌幅 你看 好多的案例都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你看 勾魂 创新高 然后怎么样 暴跌 为什么 没有高位 它没有金叉 没有任何金叉 所以 现在回过来 回过来 你看一下 当时我们很多的 那个 市场人士在 6124 在5178 在创业版的4000多点的时候 喊买买买 因为他不懂勾魂枪 也就是买在了命运的高点 现在再要回去的话 你说 不行 咱们再回到前面 我用我们教的那个 勾魂枪再重新来一次 可能吗 不可能 但是 你学会了 下一次能够逃顶的 就是你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有很多的观众 他的那个微信留言 已经上来了 刘忠才说 难得谈古论经的牛伞们 都对后世乐观 个人也是偏乐观 小头爸爸说 四月平稳收官 节后迎接 红五月 先看 三千二 小头爸爸 牛啊 乐观的不得了 龙华说 手里没有钱 心慌慌 我估计 已经重仓被套的 这是 上网蓝天的孤独鱼说 耐心等待 也是一种胆量 我觉得这一位 肯定是复旦哲学系毕业的 那么龚超文今天说 六十天线正面临考验 两手准备 随时准备进攻 随时准备撤退 有点两头堵啊 这个如果我们这样一说的话 观众对我们也有意见 好 今天呢 我感觉 有两个观众 对我的144线 怎么设置呢 提出了一些问题 明天会更好说 你们好 144日线怎么设置呢 老一头说 144日线在电脑上 我找不到 我只看到五天 十天 二十跟六十天的均线 我觉得这两位观众呢 可能是我们的 新的 新的观众 那么我们这样 我们来 看一下 怎么样来设置144 给我们的 新股民的 一个 初步知识 应该说这是 最基础知识 大家记住 翻到那个 那个大盘的日线上面 然后点击 鼠标键的右键 你看点击右键 然后点击 调整图标参数 我们点一下 好 它就出来了 五十二十六十 一百二十二百五十 五百都有 对吧 二百五到五百都有 那我们怎么改呢 好我们就选 一二零这里 我们改一下 把一二零 擦掉 然后输入 一四四 好 然后按 关闭 一四四均线 大家看到 我箭头所指的地方 一四四均线 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新股民来讲 你就是运用一些软件 就是把一些好的指标 能够把它用上去 好了 我们刚才 在我们讲的时候 观众们都在踊跃的投票 就投票什么呢 你今天选择了持股 还是持币过节 我们看到有71% 3906票 71%的投资者 选择了持股 只有29% 选择了持币 那其中的微妙之处 也只有你去领教 是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有大家更感兴趣的 明日抢先报 好 下面我们进入 我们的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那么下一周的交易 应该是从下周二开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上阵宗旨的日线图 依然是没有站上五日均线 盘整以来 最低收盘价 那么成交量呢 继续呈现萎缩 预示短线呢 正酝酿着变盘 刚才我们很多嘉宾也说了啊 短线就是一个转折点 到底怎么转折 那么指标呢 MICD 正式跌破零轴 属于弱势格局 短线上多看少动 控制仓位 好 我们再来看 好 60分钟 上阵宗旨60分钟 盘中呢 未跌破2905 收盘未跌破2933 那么形态呢 还在 形态还在 下方支撑呢 警防跌破 因为跌破以后 大家应该是有一个 短线离场的一个动作啊 那么指标的 KD界开始金插 短线需要续赏 续赏的话 警防勾魂枪 我刚才已经教过了 指标MICD压嘴 有所张开 但红柱不长 只是反抽 也就是说 它的量能还是没有怎么样 没有出来 好 我们看下一张图 好 我们看下一张的 走势图啊 应该是到创业板了 应该轮到创业板啊 好 那么我们在讲创业板之前 大家先看一下预案啊 好 从预案来看 第一 跌破2905主动离场观望 尤其是出现放量 长音跌破的情况下 大家要注意这个风险 第二 关注量能的变化 什么叫量能变化 如果有能够有利好 我们都盼着 如果有比较大的利好 量能能够放出来 尤其是第一个小时 如果还是能够出现 上千亿的成交量的话 那绝对是你跟进去的机会 记住啊 所以不要怕踏空 记住 第一小时有千亿成交量 跟进去 好 第三 多看少动 仓位控管 这是我们一直对大家的一个要求 那么创业板 跌破5日均线 跌破5日均线 10日均线逐步形成反压 那么 再创地量 再创地量 于是短线也即将变盘 这一点就是 主板跟创业板是非常的像 指标MLCD 警方勾魂枪向下 临轴之下 需特别的留意 60分钟 看一下 全天阴阳交错的格局 关注下方2050附近的支撑 指标呢 KD界金叉 短线可以续长 否创临转 再次时差向下 那么指标MLCD 压嘴有所张开 但红柱不长 只是反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给出的预案 预案一 下方支撑 关注2050附近 预案二 关注量能的变化 也就是说 如果有利好 第一小时放出的量 如果有400亿的量的话 跟进去 杀进去 所以也不怕踏空 第三 多看扫动 在仓位管控住 所以目前来看 我们就是 对于明日 也就是下周二的交易 我们表达了我们的看法 那么好 一会儿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我们再和嘉宾聊一聊后事 好 下面我们进入抽奖环节 好 停 恭喜以上几位获奖者 您将获得由飞科电器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那么在此我也做个小广告 我们周日晚上18点的 牛伞的周末开奖节目 会依然进行 欢迎大家到时收看 我们不见不散哦 好 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跟两位嘉宾探讨一下 马上就是小长假了 孙杨 你在小长假里 你准备怎么样复盘 这个也跟大家聊一聊吧 好的 这个在小长假呢 应该说在正是我们 做功课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做股票也是 凡是预则利不预则费 就是说你在这个 在这个准备 比如说你准备买股票的时候 准备下单的时候 你不要到那个时候 比如说根据旁边的 你冲动下单 冲动下单就容易被套 所以你提前看好这支股票 从它的月线结构 周线结构和日线结构 那么看好了 然后再结合它的题材 那么提前你放在自旋股里面 放在自旋股里面 这样情况下 在每次的股价运动当中呢 你就知道它的买点 等到了那个买点的时候 你就出击 我觉得这样呢 就是比较好 提前做功课 好的 给大家透露点 你在如果是小长假的话 你肯定在家里也会泡一壶茶 慢慢品味你所喜欢的个股 就像马维都 看它的文物一样 对 给大家来提及几点 你的建议 就是怎么样来复盘 说到复盘的话 我们的复盘还是相对来说 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统治工作 但是基本上这样的工作 我现在做的比较少 我是建议大家 五一劳动节 好好的去休息去了 既然刚才已经统计过了 百分之七十一的人 已经是 持股 持股了 那就好好的期待 红五月的行情的来临吧 我说过了 这一波行情要么不起来 起来就是一波 终极反弹行情 这点是务容置疑的 既然横盘了这么长的时间 该消耗的匆忙 多空双方 该博弈的全部博弈完了 只要起来 我相信多方一定是会发疯的涨 这一点是务容置疑 关键是看这些 就产外的资金什么时候进来 对吧 现在一切东风俱备 只缺 一切都俱备了 就缺东风 这个东风就是资金的介入 我相信这个情况 很快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说 五一劳动节 奉劝大家在家好好休息 该去吃该喝喝该玩玩 什么都不用想 再不用考虑股市 也不要整天提心吊胆 保持良好的心态 期待红五月 对 也就是说你给大家的建议 更多的是从心态上 对吧 也就是说 我觉得业逸 其实骨子里都是感觉 五月应该是 多和空之间有一次 就是说 应该是有一次剧烈的搏杀 或者说有一次剧烈的搏斗 但是在这之前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猎手 或者说一个职业的操盘手 他应该是保持一份 非常淡定的 非常安静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来等待这样的搏杀 虽然我觉得 这讲的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虽然可能比较致敬 他可能要选很多的 你五千多点下来都熬住了 哪怕这里 如果假设再下去一点 你为什么熬不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